不知不觉在这个沙漠中的戈壁滩这边修整了两天了 也是时候该出发了 我现在收拾装备准备前往轮台线了 首先要先去库尔勒市区 因为库尔勒市比较大一点嘛 然后就采购一点补给 就准备挑战塔克拉马干沙漠了 然后到时候再到轮台线再买一点补给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水 水多带一点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 续航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塔重镇 塔重镇的话是200多公里 只要我在轮台线把油加满了就没事了 200多公里肯定能到的对不对 在轮台线把油加满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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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装备已经收拾完毕 这边又来人了 这几天似乎天天有人在这边搬东西 就是把这个看险旅游公司里面的东西都搬出去了 应该是不要了 就闲置掉了 一出这个棚子就感觉到酷热难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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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完东西立刻离开市区 太可怕了 这个市区啊 这个人和车子可真多呀 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动不动就到100度 动不动就100度 它到100度就 风扇就开起来了 然后我的腿烤的现在是 非常的厉害哦 原来这里才是真正的市中心哦 他们的市区也很大很大呀 这边呢是市区的一个花鸟宠物市场啊 然后前面有一个挺大的超市 说实话那种小狗还真想买一只回去哦 前面有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大的超市吧 欢迎光临 确实够大的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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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克制啊 尽量克制 这些买的有点多 还是没克制住啊 既然买了嘛 都要把它装起来 对吧 确实有点多了 哎 我这个被水动过了 还给我开过了好像 没少东西啊 放进去吧 放进去吧 好了吧 好多的东西全部都塞在这个里面了 这这些天精简的又白精简了 全部都塞的盘盘的吧 然后去托克逊拌面吧 这边正好有托克逊哦 托克逊的分店吧 味道肯定好的 太热了 顶不住了 接近5滴 到了 回回去 托克逊老四号拌面 库尔勒店附近 位于道路右侧 导航结束 一位 那个家长拌面有吗 有 家长拌面来一份的 烤肉多少钱 几个 多几个啊 多几个啊 来三四个吧 好的 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 他这个野蘑菇拌面要七十块钱 过油肉 羊肉拌面五十块钱 过油肉拌面四十块钱 哇 家长拌面是最便宜的二十块钱 好多人啊 吃了很普通 大口 小口 很软 其实它那个家常拌饼和过程的拌饼差不多 一个是菜多一个是肉多一个 价格差了15块钱一个是20块钱 就是35块钱 好嘞 搞了个呢 还好要了点冰 现在呢就离开库尔勒市的市区了 往那个轮潭县的轮南镇那边走了 因为去轮潭县的话它要走高速 避不掉 所以呢我就直接往那个走沙漠公路那边去轮南镇 到那边去做最后的补给吧 加点油 这个阵子应该有油加吧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又只能回到轮台县了 现在呢是下午时间两点多了 刚刚从普尔勒市区出来啊 就被热的有点扛不住了 然后一直想找这种就是巧动啊 或者怎么的就是没有核置了 太热太热了 之前啊 大概是一个多月前 我走了那个第二条那个沙漠公路 就是塔克拉马干沙漠公路 第二条 嗯 那个时候天还不是特别的热 还勉强的接受不住 现在这边正是三副天这边吧 感觉这个热的我又有点放不住了 不知道那个 第一条沙漠公路五百多公里 能不能过得去吗 不确定 确实是太热太热了 先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一个地方 我差点忘了我还要买冰红塔 冰红红塔吧 哇这个真的太幸福了 差点忘掉了 还是很冰啊 不过里面的瓶块已经刷掉了 还好我拿我买了一点那个瓶块啊 把它冰住了不然里面调温了 而且还是放这个瓶子在里面 太热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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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门关市 这边呢是鐵门关市的中心农贸市场啊 刚刚不是我水掉了吗 我又补了一点水啊 然后再去买一点西瓜什么的吧 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个卖西瓜的不太大 正好 还在变水啊 太热了 这块怎么卖了吧 先帮忙 来一个吧 你们先吃饭去吧 两块四 好 给我多张一个袋子哦 啊 这一个袋子还用 这一个袋子 你放五个都没事 我都给了你一毛 哎呀 那还有 嗯 不知道多挑一个多张一个对吧 哎哎 好了 慢走啊 哎 这个车子确实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重量 我现在先去农贸市场的那个一个厕所吧 去那边把衣服洗一下 衣服不洗不行了 臭了 我身上的衣服都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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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铁门关市啊 这个铁门关市啊给人感觉就是很大 但是空荡荡的 不管是市区里面还是哪里啊 是没什么人 空荡荡的 现在买了两瓶水啊 继续出发 不过买了两瓶已经喝了一瓶了 就是一瓶了 现在呢就离开铁门市的市区了 马上就进入了沙漠公路了 现在呢已经远离了铁门关市了 这条路呢是通往伦南镇的一条叫库东公路的 旁边虽说种了有很多那个花花草草啊 还有那个树木啊 还有一些庄稼啊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严谨地啊 你看地上全是那个白白的 你看全是白白的 那边冻的好像是棉花吧 我这有点受不了了 想停下来找个地方 闭一下树果 哦那个桥中太小了 稍微大一点吧就好了 我刚刚把那个头巾啊放在洗衣服那个盆子里面一块洗了 然后现在湿了带上去稍微舒服一点啊 不过已经快干了 太热了西瓜都要垫下来了 这西瓜确实便宜啊 两块四一个 什么概念 像这种西瓜啊 在西藏的话 我不夸张的说 至少至少得要三十块钱 这个冰已经花的差不多了 我刚刚摸了一下里面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冰了 这个咖啡我刚刚冰了一下啊 这大几十公里吧 开了以来 没有什么 就是遮蔽阳光的地方 连桥洞都没有 太热了 这个里面全是油区啊 塔克拉马干 死亡之海 静小静小小园 三个 和 三个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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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闲置掉的 哇太烫了 可惜啊这个门关了 这边是没有门地 我还是到检查站那边去搭个帐篷吧 哦这个地方距离那个路面稍微有点近哦 所以可能会有点吵 这里也锁掉了进不去的 不过目前来说搭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凉爽的 挺好的 你看最重要的是它这边有监控哦 安全性特别的好 这个里面看一下 有点可惜啊 本来搭在里面就好了 应该是闲置掉了 就搭到这个角落 明天早上的话太阳肯定第一时间就晒到了 不过也没办法 有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是晚上时间九点多 我的帐篷已经搭好了哦 那边风有点大哦 刚刚发来了那个大风蓝色预警 我就搭到这个地方 准备做饭了 今天就做一个香菇吧 香菇肉片 这个是猪里肌哦 就在这边简单的炒一下 然后再加入这个蒜和姜哦 然后再来点豆瓣酱 再来点豆瓣酱 是辛苦了 未来一点他们可以 reserve 煮色ro由 出味 一口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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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四口四口三口四口三口四口干嘛 好像这个水到多了 确实到多了 现在呢是晚上时间的十点多了 这个天基本上已经黑下来了 然后呢我把多二漂泊洗一下 准备进扎风剪辑视频了 这个风也开始刮大起来的 搞不好等一下我得把那个扎风 牵到这边过来 因为这边稍微打风一点 那个地方风有点大 在沙漠里面要尽量的节约水 所以我现在洗这个 基本上就是特别费纸 然后也特别省水 然后再洗净 那边的水 就像这样子一样 那边也有点冷却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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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